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需要你的桌子 可以给你一个小孩吗 是的 你觉得什么呢 你应该给你一个小孩 是的 谢谢 大概有七个孩子来了大概一年多了 他们其实大部分孩子是自闭症的孩子 他们那个学习能力其实是有的 只是说他们会比正常孩子稍微慢一些 他们也许是一群被社会忽略 或者边缘化的人 但是就希望他们来这里 可以让他们有一个被包容 被接受 被融入的这种感觉 OK Gabrie,我们要做一个 你永远都做的 对 其实是大概一年多前吧 就我跟Mimi有联系上 她就说她很希望她的儿子Gabrie 可以来这里工作 然后呢我就想 我也没有这样子就是特殊教育的经历 但是呢我就觉得 我想让她来试一下 一堂课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就教她做一个饮料 每个步骤就一步一步这样教 但每次课呢都是重复 因为她们需要重复就是做同样的饮料 她才能记得住 好 现在你可以添加咖啡 现在你可以添加咖啡 好 那接人带物的这个方式方法呢 就没有以前那么 比如说一开始 不知道怎么跟客人打招呼呀 不知道该问人家什么问题呀 但是现在呢就比较懂得 怎么去问人家 看到人家在讲话的时候呢 不一定要去打断人家 所以你喜欢吃什么 嗯 我我先来吃ен��鱼 可是今天 对于是 我相信我会放一会儿 你必须要想想想 把我吃买的东西 好呀 那你会没有关系 但是 我先来吃那些 你看这些东西 嗯 стал玩的 就是 现在 看他 也比较 多了 看他 跟他吃了 在那个咖啡 它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棒的工作。 它永远是一种强烈的时刻。 你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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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整一个这个过程其实他们都需要参与在其中。 比如说他一开始的时候不会扫地,也不会拖地。 但是我们慢慢慢慢地练,就是分解动作。 比如说扫地,怎么扫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大部分家长其实他们是非常需要这方面的服务的。 因为社区确实不是有很多地方有这样的服务。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Dabriel有自在症? 三岁、四岁的时候已经。 因为我本身有第二个儿子的。 他有个哥哥,哥哥就大了三年。 哥哥是一岁已经懂得说话。 你叫他,他会懂得去看着你。 但是你两岁叫他的时候,他都不会懂得看着你。 我觉得某方面其实他是一个很开心的瘦子。 那没有办法他生出来,就是有这样的缺陷。 是有这样的问题,那我都要接受那个。 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心目中, Gabriel,我觉得他现在每一天都有准备。 Heaven Cafe已经是一个打脚石给我们这班家长, 给这班瘦子去接触。 我觉得他很重要。 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着眼在这个特殊儿童这方面的事工。 所以渐渐发现原来很多这些特殊孩子的父母亲都有相当积极的回应。 因为他们有很大的需要。 所以渐渐我们就开始朝向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我们把整个咖啡的门面,还有内部的装修。 人家还没有进来的时候, 人家还没有进来的时候, 已经意识到这个咖啡店是跟一般的不一样。 是专门是有很多这些孩子们来去参与在其中。 是专门。 他们变成了那种 其实他是我第一个学生 第一次教他的时候就觉得他很友好 他的性格非常好 他总是笑笑的 即使他自己做错了 比如说那个步骤忘记了 或者步骤做错了 他也会自己安慰一下自己说 我们再来 我就从他身上学到了这一点吧 就是说这我觉得是一个相互的关系 不仅仅是我在教他 其实他也在教我 就是我也从他身上学会了很多东西 你强烈吧 对,你强烈 他说你强烈吧 他说你强烈吧 他说你强烈 他说你强烈吧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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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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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